位置好了,CAMERA 位置不太好,調整一下 MAN CAMERA在哪裡? 現在被我縮小了,所以不見了 還記得一開始第一堂課我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CAMERA大概在這個地方 大概這樣子看就好 比較跟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比較接近 好,再縮小 F回來 OK,好 那我把分子做了一些調整變動 就是 在這一邊做一下力量 可能可以再強一點 7.5 或者給它不同的數值 因為這些 現在其實是因為跑不動 先STOP Between 2 我們給它5到7.5 Frequency OK 轉的移動速度 我們也可以給它 給Curve吧 Curve還是常速就好 OK 然後我多了一個這個東西 Position Amount 就是它在 空間中的位置會隨機的 變動0.02的Range 這看你的物件大小 因為這個數值 1的話就是滿天亂飛 0.5還在滿天亂飛 所以就一直往下調 不過可能要先一邊試一邊試的調下來 另外呢 我啟動了Color by Speed 就是萬一分子飛到最後太快 因為這個力量的關係 太快飛出去就很詭異 有幾顆分子很高速的飛到很遠的地方很怪異 所以啟動Color by Speed 在高速的時候變成透明 那速度是多少以上就變透明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設定 好 OK 那 然後呢 主要是這邊 你就要開始一個一個去試 這邊我覺得同學要花點時間 自己試一下 就是 當然這是不透明 把它發射出來 好 不透明 然後 回到材質 不透明 不管對什麼都差不多啦 不過 那個Multiply還是Additive 都只是直接疊色而已 沒有那個 先減色 影響效果就不大 那Cutout、Fade 就差別是 要不要有透邊 就有揉邊 那我現在是用Fade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Multiply 對 Additive、Subtractive 還是Overlay 哪一個是你要的效果 好 因為這裡面又會有影響 是上面也有Additive 你如果Additive 也有Additive 就會變這樣 好 它現在是 就會 你會得到那個 組合 那上面有幾個 1、2、3、4、7個 7個 下面有6個 那你就會有7乘6種組合 好 那要去看 因為最終 也許哪一個是你要的 你根本 就不一定會是找到哪一個 那我現在 暫時選擇的是 其實如果 你用Color 比較像是Max的Fierter Color Overlay好了 Overlay比較接近 可能我想要 那當然現在分子的移動速度 還不是 可能不是我要的 因為 它有點慢 像是 像是 一坨 慢慢 緩慢 上升的 在 那個 空氣密度可能很高的 狀態下 這樣子的 辱 辱 辱動 這個應該叫做辱動 很詭異 那 這就要去調一下你的分子 Speed 出 起始速度 然後讓它得到一個 也許後面會比較快 前面比較慢 還是前面快後面慢 通常應該是 有空氣阻力 那應該是前面快後面慢的 一個速度控制給它 Speed by Lifetime 一起去做控制 那就會得到比較 慢慢慢慢去加 那我們現在 我現在用這張圖下來 就會 你看到的效果就會比較 有趣一點點 比較接近 開始再製作一點 特效的感覺 那 所以這樣這樣子 你就應該可以 要回到上面去 STAR SPEED STAR SPEED 在這裡 好 那 看一下 要不要加強 把它速度改到 加速 那比較好一點 比較像是噴出來的東西 只是左右的擾動可能太強 這好像那個 Noise開太強 所以這些就要回去 就每一個參數 這樣子變動 你就要回去看下面的那一個 這樣子像蒸氣 又 速度 又一點快 然後又要再回來 再慢慢一點一點的做修正 OK 那慢慢的會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好 另外呢 這一個 你選擇的透明模式會有影響一些事情 因為我現在這張圖有帶Normal 我現在的這個材質其實是個 因為現在的分子可以添PBR 那我現在選到第二個選項 Standard Standard Unite 如果你回到舊的那一個 上面那一個 Standard Surface 那這邊會有個問題就是 Standard Surface 除非你它是百分之百字體發光 或者是Additive 或者Additive 和Substractive以外 如果我選Transparance Fade或Transparance 會有個問題就是 它會受光影響 它會受到光線的影響 因為這個參數可以調整 我把它回到比較明顯一點的Cartout 找到比較亮的地方有沒有 Surface它就把它當作 不是分子的概念喔 比較就像這樣子會反光 一坨一個實體反光的東西 那如果你比較接近想要的是火焰啊 這一類的分子 可能要選的是下面這一個 好 然後去改變它的 碟射方式 才不會變成 你可以看到因為材質很明顯有差異 前一個Surface的材質你可以貼PBR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噴灰塵 殺死 好 那真的是可以噴出有Normal Map的 帶光澤反應的東西 比方說我要噴金屬片 那那個一片一片的金屬可以帶 光線 光澤 反光金屬 那如果實際要做的是特效火焰 要選到這一個形式 然後去在這兩個之間做 交替的選擇你要哪一個效果 OK 看起來HDR可以強一點 太強不好 大概這樣 OK 那當然本體顏色 這個也可能要調整一下 把透明度調高一點 比較柔邊 比較柔邊 讓它再柔邊一點 再紅一點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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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就還蠻有趣的呈現 好 那 呃 參數太 我必須說 要調整的位置非常多 超級多 那同學 那同學一定要實際的操作一下 你才知道 像我剛剛就動了幾個位置 我剛剛動了分子的材質 動了particle的參數 particle的color by speed 和它的color by lifetime 都還可以控制AVA 它的材質可以控制AVA 好 那材質的類型 shader的類型 好 又還會造成呈現上的不同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試試看 好 那這一張圖 你在做的時候的效果 的做法是比較好的 還是比較差的 好 就是你的AVA處理的程度 跟normal處理的程度 又會影響到這一邊 好 所以這個是 你一定要自己試一下 好 可以